中国革命的道路到底应该怎么做 四万万通报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 马克思主义如红花之种子一撒遍大地 我们就是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坚固的革命政党 把中国革命往前推 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的成立就好比这条船 使中国的老虎大众推动着我们这条船顺利的前行 我们准备好了 人民帝上 两党平行合作 将帝国主义向封建军阀开火 将冽使 悍然发动了轻重政变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 拿了我食药 还会有千百个食药 清火燎原 全国通明 中国的铁就要亮了 中流积水